晚上二十看今天台式晚节新闻 我是一如 台湾在今天再新增了两例本土个案 都在台北市 而其中一例案16226 她是一名70多岁的女性 她在7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接种过一剂莫德纳疫苗 正经因为要到医院动手术 过月裁剪的时候确诊 CT值38 至于另外一位案16227 她是20多岁的女性 5月份的时候 她的两位家人 还有男朋友都确诊了 当时她又一次出现感冒的症状 却没有裁剪 直到9月中 妈妈住院她去陪病 到医院裁剪的时候 二采的时候应转阳 CT值33 那么两个案子呢 研判应该都是就案了 因为他们的CT值都偏高 那么北市卫生局 也将申请做抗体检测 手术前三天 患者和陪病者 得先做PCR裁剪 避免隐性确诊者在院内传播 而这回就靠这场规定 再救出北市两名确诊者 其中一例案16227 明明5月时 两位家人和男友都确诊 她也有疑似感冒的症状 却没被裁剪 直到9月 因为要陪妈妈住院 所以到医院裁剪 但第一次PCR阴性 二采应转阳 CT值33 16227 他在9月14号 则有接种AZ第一剂 病情指挥中心有说明说 推测可能是比较 较为之前的感染 那我们现在也是申请 就是做一个抗体的检验 至于另外一例案 16226 70几岁女性 5月时 虽然因为同事确诊被匡列 但隔离期间没有症状 是直到9月中 要进行手术 做术前裁剪 才被验出 养性确诊 CT值是38 那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 先前的感染 然后7月3号的时候 就打莫德纳第一剂 15号的时候 採检PCR是阳性这样子 那目前有做 那个匡列居隔者一人 那採检已经是阴性 目前这两例本土个案 都被北市列为 感染源不明 尽管CT值都偏高 病毒量低 但人会在针对 他们的可传染期 持续匡列接触者 要尽可能把对社区的风险 震得最低 解释报告